在小程序的页面上去添加一个表单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form组件 它里面可以去包装一些表单元素 比如说文文框 复旋框这些东西 这里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slider这个组件 组件上面我们再添加一个show value这个属性 那么这样的话在滑动这个slider的时候 会实时地显示这个slider的值 表单一般会带一个提交按钮 点一下这个按钮以后 会触发表单的submit事件 就是提交事件 在事件处理里面 我们可以去得到表单里面的元素上面的数据 可以再配置一下提交表单具体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去把数据发送给后端服务的接口去处理 这里我们用一个button组件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提交 然后在这个组件上面添加一个form type这个属性 去把这个按钮的表单类型实施成submit 这个属性的值也可以是reset表示重置 这样点击这个按钮会触发表单的reset事件 它可以重置表单上面的数据 在表单上面可以去添加一个事件处理 用一个bind submit绑定一个submit事件 这个属性的值就是这个submit事件的处理方法 名字我们可以叫它form submit 打开页面的主逻辑文件 在这个page里面我们去添加一个事件处理 form submit invent是它的一个参数表示事件 在这个事件的detail里面的value 这个属性就是表单元素上面的一些值 这个页面上的slider组件显示的有点问题 这个应该是跟我为这个小程序 添加的样式有关系 在这个小程序的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form组件的样式 去把它的width属性的值设计成100VW 再回到开发这个工具 用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slider 再提交一下 这个控制台上面会输出一个空白的对象 这里我们需要去给表单元素去起一个名字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值才会包含在这个事件对象的detail下面的value属性里面 在这个slider组件的上面去添加一个name这个属性 去给这个元素去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叫它slider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去试一下 滑动的选择一个值 点一下提交 那么这次呢 你会发现控制台上面会输出的这个表单值的对象里面 有了一个slider 它的值就是我们在slider这个组件上面选择的值 表单元素可以去配一个label 就是标签 去说明一下这个表单元素的作用 添加一组label 标签里面的文字 可以把它放在text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label 去包装一下这个表单元素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去在这个label上面去加上一个for属性 这个属性的值就是跟这个标签对应的那个表单元素上面的id的值 比如这里是slider 然后在这个slider表单元素上面再去添加一个id属性 它的值应该也是slider 用这个表单元素来说明一下 它就像这个表单元素的人 感谢观看